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最标 那么在今天的盘势压回来一点都不意外 一个是国际股市因素台积电ADR拉回 甚至包含我们昨天跟各位讲 全球的疫情影响这个盘势压回 但是我说这个压回过程很精彩 你看我今天的节目 真正涨上来我建议你不要追价 那好股票真的跌下来 连三天黑K你敢不敢买 我不是带你去猜摸第一点 我说今天的主题 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低阶神奇宝贝的故事 老师有什么神奇宝贝大盘一万七千点 可以真的随便乱买吗 当然不行 我们做功课不是我一个人 我还有我的团队呢 做了这么多功课 找出好的股票 带朋友做低阶 不是带你去追高追涨停板 然后来炫耀说 哇涨停板赚多少 没有必要 那么低阶神奇宝贝 我一开始去跟各位讲 股票市场上将近一千七百家上市上柜公司 真的好好做做功课 有很多好的公司啊 你不要认为说哇 老师他的股价利多没涨 你就把它给忽视了 说实在的我们最喜欢是被市场误杀被压下来洗盘的标的 这一段时间从今年一月到现在 好朋友 会员朋友 你们都可以做见证 我很多推荐的股票 买了以后 不记得马上涨 买了以后呢 因为在低档低基期 大股东啦 主力啦 甚至还包含用外资的名义 压压压压 压下来不是说真的大跌 而是一直反复的在低档洗盘 一段时间一上来 你发现三成五成一倍两倍 甚至万海今天已经到了多少 要往三倍去挑战 那么这种手法我们直接讲一定要做功课 好朋友多做点功课 甚至你可以发觉到很多更好的标的 也可以跟我来分享 如果说我也认同的话 我会跟你讲我的看法 最主要我们低阶神奇宝贝 不是叫大家去替外资抬轿啦 或者替我们会员朋友抬轿 真的没有必要 来我们先讲重点 什么神奇宝贝这么厉害 马老师今天的标题啊 低阶这个神奇宝贝呢 好像皮卡丘一样 有十万这个福特的电力这么强悍 来我们先给你看重点 我们常跟各位讲 一档标股一个故事 你有没有掌握到下一档 盘式的利多主轴 如果你掌握到了 你会担心指数震荡吗 说真的我昨天也跟各位讲 大盘冲到一万七千三百多点啊 我也不建议投资朋友追价 可是真的好股票押回来 我还是会带你买 就像今天 这档个股是连续三天黑K 它代表一档真的被压下来洗盘吃货的故事 什么样的标的 来我们先看这个股价 早上开高盘压回来 压回来大概是9点40几分 我们建议会员朋友第一阶 我们买的时候这个价格还没来 压下来真的穿价 甚至收盘还在我们的建议价格之下 老师这档个股有什么这么神奇 像皮卡丘一样这么神奇 本益比两倍 你不要怀疑哦 这个不是那种十几块二十块的股价 这个是属于本益比两倍 殖利率5% 高配息的高价股 一般投资朋友 我还怕你资金不够的 你可能买不到 买不起这个价格 不是说那种三五百块的这个高价股 相对本益比两倍 殖利率5% 从礼拜这个礼拜一开高走低 昨天开高走低 今天再开高走低 连续三根黑K押回来买 老师这个到底有什么多神奇 我跟你讲 盘中时间外资还放利空 不看好它 我跟会员朋友说明 这档个股外资持有成 持有的比例将近两成 外资持有两成 外资把它看得很坏 目标价看得很坏 你知道吗 目标价看得很坏 今天股价压下来 连三根黑K 结果收完盘一看 外资今天压低在买进 外资在买超 你说是不是有意思 如果说本益比两倍殖利率5% 外资不看好盘中放利空 杀下来 竟然在进货也就算了 今天尾盘出利多 公司派出利多 想想看 这些利多内容 晚上明天 你报纸都会看到利多 我绝对不是看利多去追股价 大盘指数 今天跌100多点 9.49分的时候 穿价下来 绝对买得到 搜完盘 大盘跌121点 这个价格在我们的 限定低阶的价格之下 我们说分批低阶 绝对买得到 你敢不敢买 我说做一个老师要用功 要有国际观 现在很多好朋友也很关切说 老师接下来大盘怎么看 指数看跌 今天重点不是在于说 美国电子盘现在纳斯达克跌多少 今天的重点在晚上10点 晚上10点 有一个国家的央行说话 很重要 这个会影响到全球股市 全球金融 也是一个变数 但是最主要的 不光是这个因素 还有其他的高档的卖压 获利回头的卖压 都会让指数跌 说真的 今天这个指数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建议会员朋友 挂高出 获利落贷解码 压回来 低阶神奇宝贝 这个皮卡丘 真的有这么强的爆发力吗 我刚讲了 外资盘中放利空 好坏 股价压下来 不看好 把他目标价压得很低 然后尾盘 公司派放利多 收完盘 你一看 外资压下来 结果外资今天在买超 外资又是说一套做一套 说不看好他 压下来再买 这个神奇宝贝啊 最厉害的地方 本益比两倍 殖利率5% 不是那个十几二十块的 真的还算是高价股 老师有这种好的标的吗 今天压下来 为什么你敢买 用功 我讲真的 绝对不是说随便乱猜 那么相对来 我们每一天呢 在我们的LINE8 好朋友 我的小老鼠 ASIA168 你有没有加入 我的LINE8 我不会在每天发讯息 我会私讯 盘中有好的标的 就像今天的资产股 盘中有好的资讯 好朋友 你有我的LINE8 记得要跟我打招呼 我才用私讯的方式 跟你做互动 要跟我打个招呼 说个hello一下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我没有发讯息 这点特别注意 那再来 我的TG Telegram的一个软体呢 是ASIA168 前面就不用小老鼠 就是亚洲投顾的 亚洲一路发 非常好记 那么 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 记得 要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新的影片 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讲这些都是 例行性的一个介绍一下 赢家的秘诀 每天跟各位讲 低买高卖 我今天还是这么做 连三天黑黑 跌下来的股票 我再买 再买进 好 跌下来低档位置 我也是在等 我说 我们手上不是没有股票 但是我不希望你去追价 相对低档的股票再买 今天大涨上来的股票 我有高调节 这些我们以后再说 最重要的重点 赢家的秘诀 我希望透过每天晚上的直播 对你的心理的一种操作手法 你一定要改变 不要说加入头顾 头顾大部分的生态 追涨停 杀跌停 每天给你表演涨停板 那不是我的时代啊 你看了很多很多的节目 哇恭喜会员 每天都有涨停板 你真的有买到吗 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买到 如果说会员没有买到 跟你讲一大堆涨停板 那是骗人的 是不是 这个我做不来 我从民国85年进入头顾 证券头顾到现在 民国85年 你看我的年龄不算是很大 不是那种六七十岁的老扣扣了 但是你会发现 我进入头顾市场的资历 再加上我一退伍就是在证券圈内 我在业界非常的资深 那么这个赢家的秘诀 希望每一天 一遍一遍一遍的跟大家分享 这种操作的观念潜移默化 就好像好朋友今天在 我们资讯这个资产股的资讯的时候呢 他也跟我讲 老师看到这些个股啊 真的都很强 然后呢也不敢追 我也不是要你追 但是我说拉回怎么买 我也跟大家分享 跟好朋友分享 你可以沿着五日均线 不是说正乖离过大去抬轿出货 不是 正乖离过大 他拉回的时候 守住五日均线买 但是如果说回测五日均线就跌破了呢 卖掉 那个风险可以控制很短 很小的范围内 这都是一个低买高卖 有很多的操作策略 我们将来再一个一个跟好朋友分享 那么这种赢家的秘诀 低买高卖 还有很多的内容啊 我们慢慢在讲 来 本益比两倍 殖利率5% 老师去哪里找这种股票啊 真的 这不是什么新贵股票 这真的是台股 高价股 不算是低价股 怎么可能说本益比两倍 殖利率5% 打死你都不相信 现在本益比没有10倍20倍以上 根本不可能叫股票 本益比两倍 你去算一算全市场上 怎么再去找这种标的 这种情况之下 而且股价连三黑 盘中外资还调降它的目标价 告诉你不好不好不好 股价压得很低 结果收完盘 你一看外资买超 打脸自己啊 外资又是说一套做一套 跟你讲不好压很低的目标价 结果收完盘一看 是买超 尾盘一点钟以后 到收完盘 利多出来了 公司的利多出来了 今天晚上 明天早报 会见报 好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明天早上 你去搜寻 会员朋友 你去搜寻我们9点40几分 建议买的这档个股 今天晚上 明天早上 利多一个一个箭报 老师怎么会这么神奇啊 用功了 我讲真的 就好像我一开始讲 指数还是看跌 变数不是在纳斯达克领跌 而是在 有一个国家 今天晚上10点钟的央行会议 会不会做动作 很关键 好 这都是要有国际观 要有产业观 很多分析 第一就是每天讲涨停板的股票给你听 然后跟你讲说我买在最低点 你相信吗 那是骗人的 如果前面没有预告 没有跟你分析 没有跟你讲理由 就跟你讲说 我每天都有涨停板的 这个 我只能讲 行销手法 这种行销手法 如果不诚信 市场上你去搜寻一下 你可以搜寻到 为什么 好 网络的世界 网络的解盘 这些 传得很快 你去搜寻一下 你都知道 同业我就不批评了 那么最主要的 来 今天南方升息 资产的南方受惠独角兽 你看一看 南方升息资产的受惠独角兽 今天涨停 低档的时候 我们一直跟各位讲 低档的时候 也有好朋友 会员朋友问我说 老师这样个国好像很强 对 我说丑马面 真的被 大股东买走了 而且大股东不但是 公司买了二十几亿 甚至 本人 董事长 也有在做加码的动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涨停板很意外吗 不意外 那会涨到哪里 你不要猜 因为在这一波 你看万海 涨到286 你真的很难相信 从23块2涨到286 很多人参加会员 没有赚过什么涨停板 通常都是看到涨停板 叫你去追 追了以后就套住了 怎么办 23块2到今天 286% 不要说286% 真的 你做一档股票 有没有赚过五成一倍 如果有 你这个方法 观念是对的 如果没有 你一定要做调整 就像我们今年 从一月份开始调整的 告诉大家 把去年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的做法 稍微调整 有做价差 有做波段 那现在涨上来呢 我们的成本 比23块2还要低 因为我们还有做价差 这个这个情形之外 你回头看看 升息升值受惠的独角兽 也是大南方受惠的独角兽 今天股价涨停板 意外吗 一点都不意外 我今天有没有去追涨停 没有 会员有没有赚到 绝对都有赚到 我扣了很多次 低档我扣了很多次 你没有买我就没办法 但是你回头想一想 我买的价位点 是不是在高点 还是在低档 这个格局规划 有没有用功 你看我每一天的晚上直播 甚至我跟你讲的方向观念 需要去追涨停板吗 绝对没有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的 这种超前部署 这个热钱受惠的独角兽 0800370888 今天亮灯涨停 关键重点 来比特币 市场上其喊4月20号是比特币狗狗币日 结果狗狗币日暴跌29% 4月20号狗狗币暴跌29% 是不是很讽刺 再来白宫虚拟监管虚拟货币 板卡厂不妙 我们有没有讲到前面 看到投资人 抢搭加密货币 每个礼拜有很多的资金 都是多少亿美元 抢搭虚拟货币 数位货币 狗狗币 比特币 以太币 无限宽松炒作 谁该负责 投资人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没有错 可是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 美国他无限宽松 不断印钞票 才会制造这一次 资金泡沫的高点 这个我是讲在前面 不是说看到狗狗币大跌 比特币大跌的我才讲 还记不记得 你看到今天 我们是上礼拜14号讲的 今天连金管会都市井风险 金管会有四大点的提示 我们早上还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 在部落格FB 甚至还包含我们的Telegram 有没有 金管会的市井风险 我们讲的更前面 这个内容啊 不要投机 上礼拜4月14号 冲到六万四千六百五十六 我说晚上七点四十四分 不要看到涨到六万多块啊 哇 投机赚好多好多哦 结果呢 上礼拜 COIN的上市 有没有 礼拜五上市收盘价做计算呢 光是上市的第一天 比特币的交易所 美国挂牌一挂牌 它的经营主管 经营高管 就套现大甩卖 大卖四十五亿美元 不要说虚拟货币啊 连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趁着市场大好 赶快卖 回过头来 我们昨天讲 比特币从六万四跌到五万三 六天暴跌一万一千美元 我们是不是讲在前面 现在呢 大跌下来 今天反弹一下 又压回来 比特币期货遭到清仓 小摩 摩根大通警告 涨不回六万美元 恐怕会崩溃 事后讲 跌了一万一千美元 跌了快两成了 有点慢 好 真的有点慢 不要说崩溃了 你看 比特币并非大到不能倒 专家警告 泡沫终将破裂 我说最简单的逻辑 市场值一兆美元的比特币市值 比特币这个虚拟货币的市值 哪一个国家愿意承认 这一兆美元就会被搬空 谁敢承认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一个泡沫 资深交易员说狗狗币恐怕不复存在 如果狗狗币可以弄出来 接下来还有脸书币 是不是 还有脸书币 还有很多各个国家的虚拟货币都要出来 虚拟货币不怕多了 只怕你口袋里的钱不够 不够搬 他就是叫你花钱去买这些虚拟货币 可是各国交易所 各国央行 不是央行发行的 绝对不会保证兑换 这一定肯定的答案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你回头想一想 上礼拜四月十四号 六万四千块 谁告诉你不要投机 是不是 谁告诉你不要投机操作 那再来 昨天跟各位讲 真正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 你不要看到指数一万七 还原除息三万三千五百点 赶快去追股票 刚才我看了同业的电视 也有人在批评说 哇死空头空了半天 开始翻多了 不需要这样子 我觉得真正做股票 能够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 今天大盘跌一百二十一点 我们会员手上持股两档涨停 前面拉上来包含 今天我都是有在卖股票 那我今天压回 可不可以买股票 我也不是到处射飞标射了一大堆 我今天就低接一档 低接一档 算是高价位的神奇宝贝 很难吗 我等他三天 等他三天 礼拜一开高走低 礼拜二开高走低 今天再度的开高走低 收盘还是跌 我跟你讲的很肯定 收盘还是跌 但是本益比两倍 本益比两倍 殖利率5% 为什么不能买 盘中外资不看好 跟你讲说目标价压得很低 结果收完盘 你一发现外资竟然在买超 又是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尾盘今天晚上利多出来了 你说会不会涨 你自己判断 我也很赞同这句话 真正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 不要看指数碟 讲这句话 我们在昨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台积电的阿嬷 好 那个台积电的阿嬷用广告词去改 改得很传神 可是真的想一想 那个土梗 看久了会难过 可是我是讲在前面的 什么内容呢 你看昨天尾盘拉到17323 外资昨天卖超 今天外资大卖202亿 外资持续卖 昨天拉尾盘秀 上演逆转秀 官股罕见高档进场 拱台股再创高 17323 谁买的 不是我马老师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股暴涨暴跌 今天重挫 也不要重挫了 今天台股只有跌0.7% 香港 日本 跌幅都是我们的一倍以上 1.5%以上 台股跌121点 我们的大家长 金管会的主委 黄主委提醒 要注意风险 我一直觉得 黄主委是佛新来的 涨上来1万6 1万7 一直提醒大家 要注意风险 我是不是跟他一样 提醒大家 不要去乱追股票 你要追 你喜欢去追强势个股 那你就设一个5日均线 5日均线跌破 你就退 洗盘再上 你就追 追了以后呢 跌破你就射停损 这样子不会大错 但是呢 心脏要很大刻就是了 那么相对 你看看 今天盘中10点48分 我们怎么跟会员分享 我说大盘在守 短支撑5日线17205 收盘 有没有跌破 跌破 我说这个5日线17205点 守不住 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ADR是破了季线 台积电ADR破季线 台积电线股破月线 台积电占大盘权重30% 破月线 ADR破季线 大盘5日线守得住吗 不要说5日线啊 台积电的线股破月线 大盘月线也守不住 因为权重的计算关系 台积电占大盘30% 尾盘台指结算 外资2.88万口的空单 会压低结算 我有没有讲对 盘中还拉上去哦 还在继续往上拉 结果收盘呢 跌121点 收最低 收盘破5日线 你看我在盘中讲的这个讯息 5日线守不住 对 台积电是不是破月线 我们跟各位讲过 600块的整数大关 跌破 甚至外资今天压低结算 外资大卖202亿 有没有都讲对 重点你有没有避开了 如果从1月份2月份 一直跟各位讲 679块的台积电 668块的台积电不要追 你还是一路套 你现在再问我说 台积电套在600多块怎么办 我只能祝福你啊 希望台积电 能够真的赶快打败 英特尔的一个 那个技术以后呢 能够拿到长期英特尔的大单 这个变数太大了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 刚看这个台积电阿嬷 我说这个台积电阿嬷的广告 是电视广告去改了 这个图梗改得很传神 为什么去年大盘创新高 阿嬷没有感觉 这个孙女问阿嬷 他的奶奶为什么没有感觉 因为大盘去年涨升上来 台积电的涨幅是大盘的一倍 我记得大盘是涨93% 这波上来的时候去年涨93% 台积电是涨了188%一倍 那今年呢 为什么大盘创历史新高 阿嬷还是没有感觉 因为阿嬷买在679块 看了这个虽然是很传神 可是想一想 很替投资人难过 为什么难过的地方在这里 我们在1月21号 你可以在我的YouTube频道看 我说1月21号啊 679块 我说你不要替外资抬教 外资拉上来大卖17915张 还记不记得 17915张 结果呢 我说资金要转到低基期的主生股 你现在回头看 1月21号 台积电冲到679 全市场上 谁敢跟你这么讲 这张图是很历史传神 很经典的一张图啊 说真的 1月21号 谁敢跟你讲这些 再看看2月17号 开红盘的第一天 我说苹果在春节期间 跌了2.9% 台积电开高 要避开苹果股的拉回 不要追 我们当时还把苹果股价的走势 给各位看 还记不记得 2月17号 开红盘第一天 台积电跳空大涨 避开苹果股的拉回拖累 668块 679块 到今天一看 马老师你真的讲对了 全市场上大涨高点 能够跟你讲说避开的 就跟黄主委一样 会提醒大家注意风险的 全市场有几个老师 这个关键还到其次了 台积电法说会失灵 外资造挺 你看排排站 900 80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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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680 看得很好 外资为什么一直卖 4月19号 17号讲完这个礼拜一 有没有 三大法人全部卖 说一套 做一套 外资力挺 有没有 外资照样挺台积电 结果呢 外资小磨卖了一个月 然后礼拜一继续卖 礼拜二开低拉起来 结果外资卖更多 卖2677张 今天呢 搜最低2677张 你看这个数字 2677 2677 一张不差 谁在一直卖 谁在一直卖 今天592 我跟各位讲 台积电的ADR 跌破了1月29号的低点 那个锦线跌破了 台积电的ADR已经破季线 回测半年线 有没有 现货破月线 有没有 我还要在讲什么 早上的 部落格的标题 台积电ADR回测半年线 你看这条紫色的半年线 台积电1月29号的低点 120.1 有没有跌破 我还要在讲什么 个股啦 真的多讲一下个股 去年没买到台积电 今年买到台积电 一路盘跌下来 很难过 告诉大家 你不要去追 低价位低档的股票啊 我说类似像神奇宝贝 本益比两倍 本益比两倍 外资不看好 盘中压下来 连续三根黑K 你敢不敢买 一个老师有没有专业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用功 看操作就知道 如果说每天带你去追 追那种强势个股 涨停板才发出去讯号的 那是骗人的 那是真的没有操作实力啊 回头想一想 679块 谁在1月21号告诉你 今天592块 有没有 再来 盘市上 今天早上 资金抢抢棍 9000斤有引 主要他要是推联发科 有没有 推联发科 可是你回头想一想 我昨天怎么跟各位讲 早上我还是跟各位讲 翔硕 翔硕不但股价从2140跌到1150 创今年新低 接近腰斩 你看今天 1130 1130有个很关键的位置 我昨天讲的 还记不记得 它的一个黄金切割率支撑点在1166 昨天下引线1166有手 今天跌破1166 0.382的支撑位置跌破 代表从这一波拉回是涨幅 6成 已经跌掉了 跌掉了6成 还直接回来 非常弱 想想看 翔硕是代表什么 高速晶片 上上礼拜五 4月9号 世新KY 第一根跌停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 避开高速晶片 你回头想想 翔硕今天跌到1130 我有没有事先讲 现在 保桥可口可乐 要加入涨价潮 今天的滑指又涨停 滑指还要继续涨 物价万物接涨的感觉很强 关键来了 今天早上美国股市跌 鲍尔美国联准会的主席说 今年通膨率将略高 但是不会允许大幅或长期超过2% 可能吗 全市场的资金 银行负利率 欧美是负利率 亚洲很低的利率 钱根本不愿意摆银行 炒股票 炒房地产 炒原物料 随便炒一下 5% 10%也比你定存一年 还要来的高很多倍 很多倍 原物料怎么不涨 好那原物料涨 他不允许这一句话 不会允许大幅 或者是长期超过2% 他怎么样不允许 物价不是联准会所掌控的 他怎么样掌控 缩减宽松 还是升息提前 两个选择嘛 今天早上鲍尔讲说 通膨可能暂时会偏高 政策调整时机 要看经济的进展 这个进展的缩减 是不是缩减宽松货币 还是升息 现在有这个风向味道 还不会这么快 可是今天晚上 有一个国家 G7国家 马上会面临 我刚跟各位讲的 今晚10点 今天晚上10点 加拿大的央行利率会宣布 会不会缩减量化宽松 如果G7国家 第一个加拿大 缩减量化宽松 对股市过热的炒作 会是正面的降温 好 这点也是对股市上来讲 也会是一个大的波动 那关键中的一个个出来咯 高盛现在讲 美国股市创高 而VIX弱到低打 恐怕是风雨前的宁静 昨天今天早上的VIX都开始大涨上来了 那么这种风雨前的宁静 我们先不讲 就跟各位讲一个观念 现在大家最怕的是2块钱下市 它是30天的平均 我昨天讲过 要到这个4月底都还是扣高值 4月底扣高值都不会有2块钱下市的问题 如果最近开始波动加大 那拉回到2块以上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接下来重点 道琼会跌多少 会不会出现那种 中长黑 千点以上的中长黑 几率非常大 不能讲一定 几率非常大 到从现在3万点 到从3万点 3%就有了 不要说什么10% 3%就有了 如果说6% 7%以上的话 很可能不是1000点 是2000点的大波动 有没有机会 非常大 这个关键 还有个因素 我昨天讲的 疫情 日本也拟三度发布紧急事态 大阪 东京兵库 我昨天就跟各位讲过这个内容 还记不记得 我昨天还把日本 这个增加的趋势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真的有这种上升的趋势 很明显 很明显 现在的趋势啊 比去年8月份这一波呢 还要强 为什么 疫苗出来了 可是大家对疫苗的安全性 疑虑 现在 这个病毒啊 又变种到巴西病毒后 是变种了好几种病毒出来 造成疫苗的效果又打折 所以 第四波的疫情 还在扩大 盘中就有好朋友问我说 老师 那防疫股 可不可以报 抱着 但是不是报疫苗股 台湾的疫苗股 等到下半年量产的时候 太慢了 我觉得太慢了 到时候下半年 美国的疫苗啊 美国欧洲的疫苗 会过剩 相对 低档 低机器 还没有大涨过的 会长 那么 这种疫情 全球疫情啊 那今天的商业周刊 他就整理一个重点 为什么现在的疫情比以往更为严重 印度 泰国 医疗崩溃 日本可能会进行三度的紧急状态 为什么 他整理的很好 说近在爆发全球第四波的疫情啊 感染状况比以往都还要严重 上一周全球单周520万人确诊 创下单周的新高 三分之一在印度 印度人口又多 变种病毒有200多种 达到群体免疫的机会 根本是很难 不要说零了 机会非常的难 再来 疫情升温呢 印度爆发占全球上周的三分之一 泰国 日本 都进入很紧急的状态 现在复苏之路的多结啊 拖累全球股市 美股连两天下跌 四大指数收黑 即使碰到财报之后 苹果发表新产品 还是一样 照样跌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昨天 日本股市因为 疫情难止引发复苏放缓的担忧 日本跌五百八十四点 是不是很弱 你看 再看今天 今天跌五百九十一点 今天跌五百九十一点 日本两天跌了一千一百七十五点 日本股市 钢铁股跟原物料股跌幅最大 不要随便乱追 真的 不要随便乱追 日本质 日本质铁 日本质铁 这个铁公司 钢铁公司 跌了五点四趴 是日经指数跌幅最大的一档 其他你看 跌五点三九 四点八七 跌什么 钢铁股跟原物料族群跌幅最大 因为疫情在扩大 需求会降低 这样了解吗 重点 现在上一周全球上周五百二十万人确诊 三分之一在印度 现在感染的情况比先前的高峰还要严重 怎么办 真的不能乱追股票 昨天我跟各位讲两个国籍医师染疫的问题 算不算本土 今天还是没有特别交代清楚 可是你看今天的媒体 这是联合报所说的 目前这两个发病前14天内曾执行过长程或者短程的航班 也曾进入台湾的社区 感染源也很可能来自于本土 航空境或者是境外感染 现在还在做疫调 做它的足迹去过哪些地方 这些也很可能是什么 本土的感染 也不要说完全不可能本土了 国外是报的不像话 全球一周五百二十万人 就算报两个 我们也是都能够接受的 最主要一定要做好防疫的动作 戴口罩 多洗手 一定要多洗手 多消毒 这个现象 今天台股为什么跌 跟这有没有关系 答案还不知道 因为现在到底是不是这些因素 如果公布出来这两个算是本土感染的话 那市场会不会又紧张了呢 刚才跟各位讲的 日本两天跌1175点 日本在今天跌最重的是钢铁股跟原物料族群跌幅最大 不要追 你真的有赚钢铁 赚航运 拉高减 好我就跟各位教大家这些方法 那么这些观点 来 你看到今天晚上 下午5点钟 全球1亿4387万人 死亡306万人 美国呢3253万人确诊 死亡582,000人 很可怕的数字 说实在的 股市一定要很谨慎 我们昨天跟各位讲说 你看同价大涨 真顶 是不是弱势一路跌 不是我卖的 我也没有放空它 我跟各位讲 这种弱势股票 不要去抢 不要去拆 今天继续破底 怎么会这样 筹码面 或者是公司的利空 还没有真正反映出来之前呢 股价就确实真的有人一路在卖 那不是我卖的 翔硕KY 我跟各位讲说 他创今年 这是今年1月以来 1月份以来 创今年新低 4月9号跟各位讲 高速晶片 翔硕 有没有分享给大家 我的Line 8 你有没有跟我打招呼 我的Telegram 你有没有掌握 如果没有掌握 至少你可以多看我的部落格 我们都在盘中 或者是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些关键的重点 你看今天的翔硕 继继续破底 翔硕继续破底 该不该避开 不要去拆底部了 翔硕 我最近跟各位讲 他的0.382 从去年3月564到 今年2140 这一段涨幅的黄金切割率 0.382 回挡六成 1166 不可以破 如果再破 那真的很可能会跌回起涨点 今天跌破 非常弱 真的 上上礼拜五 4月9号 我们就提醒大家避开 相对 你看昨天讲的双红 最近是先创今年新低 全市场上 谁跟你讲双红这些 今天双红收盘价200 双红收盘收最低 整个均线架构跟股价是非常弱势 往下 不要去抢 不要太低点 那另外一档 美律 昨天是创今年新低 今天一度想反弹 而且跌升了 是应该要反弹 可是能谈多少 这种先破底的股票 就我的经验 我就跟各位讲 你就不要猜低点 包含在这一波世新KY 五根跌停 好朋友就问我说 老师我要去抢短 不要 结果呢 你看看世新KY跟昨天的金利科 金利科 从早上开盘掌停盘 盘中刹到跌停 然后呢 尾盘再拉起来 不要去猜底 不要去投机 那种高空急墜的 一定是很大的卖压 世新KY盘中刹下来 四五三 是不是继续破底 收盘价拉起来 还在跌 不要猜底 真的 过去很多人去猜康有的底部 现在康有还在吗 不能说这些股票跟康有比 而是 一个操作的手法 跳空跳空跌停的股票 千万不要去猜 该避开的 就像我昨天跟各位讲 全市长谁昨天跟你讲 翔索 讲双红 讲这个弱势的标的 这几档个股 今天就真的继续破底 真顶KY 有没有 那么 郁金光 在四月十五号 上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 这个落后补涨 不要乱追 当天涨停板 第二天冲上去 开高冲上去 就掉下来 今天跌到四百九 第二天从五百四十八到今天四百九 你看一看 四月十五号 我讲的时候是五百二十五 今天四百九 不要说最高点拉回了 从五百二十五到四百九 三十五块 有没有跟你讲 不要乱追 今天剩四百九 三十五块 很多了 赢家的秘诀低买高卖 你都知道 怎么判断 这个绝对不是随便讲讲 我一开始就跟各位讲 一个好的老师 要有国际观 有产业观 要懂基本面 要懂技术面 甚至还包含筹码面 这些筹码面 不是说 拿这两天的外资进出 跟你讲说 外资买可以来赶快来买 不是这么讲 外资也会骗你啊 那外资卖下来呢 是不是 我们的顶元第二 好顶元第二 今天外资大买 大买两千多张 你回头看一看 当初我们在买的时候 外资每天几百张 几百张 几百张 天天卖把股价压下来 做什么 吃货 现在拉起来呢 外资去追 抬叫 抬谁的叫 当然是我马老师的叫 同时呢也是大股东 大股东买的筹码 比我们还多很多 这些我们就不再追踪 我们以后再说了 富爸爸这波上来 我们是不是在 没有真的强攻之前去买进 三成 压下来 老师可不可以再加码 你等我的指令 那么医疗科技的小奔牛 涨了三成 从十一块多买卖卖卖卖 涨到三成上面 老师还可不可以加码 不要急 你就照我的指令 那么这个动作一个一个来 骨骼惊奇 买上来 六成 老师压下来 可不可以加码 等我的指令 不要自己拆 好不好 因为有些时候涨一段上来了 像存安涨了1.6倍 你现在在问我们这些个股 叫你去说老师说可以买 那你不是帮我们会员抬轿 更何况万海19号涨停板 昨天拉尾盘继续涨 今天再涨89.6 286% 我也不会叫你去追 反而是建议投资朋友 钢铁股航运股大涨上来的 该解码该落贷的 你要做 不要说跌下去了 老师我没有卖怎么办 我都提醒过你 高点是真的不好抓 但是 你有十张的 一张两张 一张两张往上抛 可不可以 绝对可以 这个情形之下 新疆太阳能 多金系 这个西方要打击 这个新疆的多金系 全球五成的市占率 因为在之前美国 被中国磕碎53到57% 现在市场上认为是细晶圆 不太对 这个多金系跟细晶圆又不一样 市场跑去买细晶圆 我没有去买 我还是买新疆霹雳火 大跌下来买点加码点 涨上来不用急 让市场来抬轿 不是很好吗 今天是涨哦 今天没有跌哦 最主要的一档标股 一个故事 新疆霹雳火 它所代表的是美国欧盟 要对大陆新疆多金系 等于说是禁售 那么接下来这档标股 一个标股一个故事啊 我们说今天重点在神奇宝贝 我说这个神奇宝贝 本益比两倍 殖利率5% 连续三天黑黑 压下来为什么不能买 礼拜一等到今天 我等了三天 我昨天跟各位预告 我有股票 但是不是说叫大家急着去出手 跌下来之后 盘中外资很坏 告诉你不好不好 目标价压得很低 收完盘你一看 傻眼 老师外资怎么在买超 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今天的尾盘 明天的报纸出力多了 出力多 这种出力多 你说股价会不会涨 明天如果还在平盘附近 还是可以买 但是如果明天一下开得很高 一下子5% 10%的大涨 就不要追了 我还有股票 一档一档的 会用低阶的方式来进场 这种低买高卖很难吗 绝对不难 就是要做功课 我们不希望说 把这些股票公开出来 好像叫你替我们会员抬轿 没有必要了 我每天在新闻台连线 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把我们团队整理的重点 跟大家分享 绝对不是说 利用大家看我节目的时候 来出货 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怎么样把握 4月的幸福 188的方案 0800 370 888 把握这个机会 跟我们线上助理职业来联系 好 我们很快看一下好朋友 询问的标的个股 那现在欧洲股市 德国开始跌0.19% 台指期 现在换到5月了 5月涨29点 但是逆价差38点 这点还是要注意 弱势 好 这点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很快我们看一下好朋友 询问的个股部分 好 退去晚安 那刘有问到说8043 密忘时 今天有点开高走低 我们看一下 密忘时今天上去过高 结果外资再调节 有点可惜 这种K线形态 长上引线收最低 它如果股价还没大涨 还有机会多投 但是一件事情就是 最好是明天开高往上走 如果开高就往下 或者是直接开低 那可能还是减码 因为从过去这4个月 从今年1月到现在 它就是走一个相形 类似有点斜的相形 我把这图画出来给你看 有点是斜的相形 有没有 把1月份跟3月份的高点 然后呢 2月份的低点 跟4月份的低点 这4个点 高点高点连线 好 高点高点低点低点的连线 有没有看出来 一个斜的相形区间 建议你来回做操作 那目前1225的这个福茂油呢 福茂油今天跌破5日线10日线 这两天外资都是卖超 那么福茂油的股价走势啊 有点是在走筹码站 真的是在走筹码站 去年赚1块7 1块7股价50几块 说真的 食品股的本益比太高 好食品股的本益比太高 我建议避开 不要去碰 短线上月线50块1是支撑 摄停损摄停力 那再来目前4961的这个天域如何 讲了这么多利多 你回头一看 这半个月 4月中以来 这10天好了 这10天 就是在370上下上下上下 这在搞什么 我的看法在出货 确实有获利的数字不错 可是你会发现利多出来 为什么一下红一下黑一下红一下黑 反而就是在来来回回的震荡 投信有在去追哦 追在350到390 你看这个价格 这个区间价格 相对追在高点 跑不到好处 你回头把股价放大一点看 股价从这个几十块涨到395块 这种走法通常我会认为是 高档的震荡出货 怎么看 十日线360块 摄停损摄停力 那再来1718的中签化工类股 有机会上工吗 目前来讲 它还在算是多头架构 你就设一个五日线 11块1 摄停损摄停力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我举个例子 我们再拉回来天狱 天狱这档个股 你说它不好 你就要再拉摄停损摄停力 我说真的啦 股票市场上在媒体上 或者是在直播上跟你讲说 这档公司股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会挡人踩路 你手上有的 如果听到我的真言 就是照技术面操作 股价已经大涨10倍以上 从去年的低点 去年的低点 32.85涨到395 涨了10倍以上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去买 说得过去吗 我说说不过去 那就是党人踩路 主力不喜欢 大股东不喜欢我 甚至有天狱的投资朋友 不喜欢我的说法 我讲的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是一般很多的分析 不希望讲真话 讲真话有些时候很伤人 了解吗 那么再来 目前5013的强心 5013的后市怎么看 今天开低太弱了 今天开盘就直接破五日线 转弱 五日线31块4 站上才能够转强 那再来 目前在1587 1587的急冒 最近这一个礼拜走横盘 如果在短线上五日线 33块1没站上 我认为会盘跌 他这种K线手法 我认为会盘跌的走法 尊人晚安 那么再来 一行四维行 今年已经不是涨过一波了 去年又炒第二次 航运股确实是在炒 所以我跟各位讲 航运股在急涨的时候 它的获利爆发性 不像货柜行运有这么强 拉高减 你不要追 空手不要追就好了 好短线就设个五日线 那目前盘式上来讲 我看看 连卖茶叶的都涨停了 这个地方来讲 重点是 他会把卖茶叶做到观光 怎么样观光 卖茶叶是算金的 如果叫你去玩 叫你去玩 一边玩喝他的茶叶 一杯一杯的卖利润高不高 比卖茶叶利润还高 好 这个点是最重要的观点 那再来 筹码面 我跟各位讲过 大股都买了二十几亿 大股都买 买那个卖茶叶的 买了二十几亿 然后呢 昨天线上法说会 说完还像没有什么 今天早上再发一个利多 股价就开始涨停 看得懂这个时间节奏吗 这个节奏绝对不是我马老师发动的 我知道他低档一直吃货 抱着 这种抱下去啊 你不用跟他玩短线 你玩短线会被他洗掉 你看看万海怎么涨 有没有机会跟万海再复制一下 拭目以待 好不好 不要说那么大的幅度 至少有一段的涨幅吧 那么再来 目前在盘式上的走法里面 二六三六的这个 这个台华后市怎么看 连续几涨二六类股 连航空股都在涨 昨天航空股不是有问我华航吗 华航的融卷爆到十万张 我在今天尾盘的连线我也讲 这个是 CB可转换公司债的套利 不是真的空单 这种强势个股往上减码 极拉往上减码 不然说高点什么价位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二六三六的台华 已经连续五天上涨 一二三四五 连续五天上涨 不要贪心 有十张的往上 一张两张一张两张的往上抛 如果你只有三张五张 你就一张一张 至少你高点有卖 一震荡 你会跑的比他还快 你如果高点都没卖 一下子一个震荡 一下跌太多的时候 你舍不得卖 你就全部都套在高档 就是怎么看他上去 又怎么看他下来 会非常可惜 那还不如说 你上去就逢高卖一些卖一些 你真的有卖到 一跌下来 你就会跑的比他快 因为上面你有卖 了解吗 好那再来 目前4142的国光森怎么看 整理 他就是在季线附近做整理 什么时候发动 基本上这波疫苗股就是高端 就是台康胜在涨 其他的没涨 如果防疫股再上 国光森有机会 好这是一个重点的标的 但是就是现在还在整理阶段 那3014的股价可不可以买 3014这一段涨上来 我们之前讲说这个缺口 还记不记得835它回到831 点到就上去了 这是之前讲的 现在已经掌声一段以后 不要追 5日线122有多单的 摄停损摄停地 空手的不要再追价 那目前来讲 好光辉也恭喜你 那目前皮卡丘比父爸爸还要厉害 钱自己赚 他是真的赚在口袋里了 我讲真的 今天尾盘 后面利多一个一个出来 你明天看看报纸 等我后面公告公告出来 这两个股的时候 我再跟你讲 他的逻辑跟顺序 外资啊 怎么样在放利空 跟你讲目标价不好的时候 洗盘 然后呢 一转上去 今天是下来买哦 皮卡丘是下来买 买了以后呢 外资买了以后 拉上去外资又会看多 这就是外资 欺负散户的手法 好 你慢慢体会 那再来 目前盘式上来讲 我看看 好 陈姐晚安 那6732 怎么看 6732的身家电子 你看最近的走势 713到年限 765 整理 还是整理盘 可是你注意哦 4月份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没有占上年限 弱势 我可以跟你讲 这是弱势的现象 因为你对照大盘 大盘的年限在哪里啊 在这里 大盘年限在这里 你看6732的身家 年限在上面 已经半个月都在年限 是在上面 股价在上方 这个在技术面上是弱势 我会建议先解码 短线713 之前这个颈线位置有没有 摄停损摄停力 那再来 目前 谢谢光慧给我一个赞 那 也给光慧一个赞 南方独角兽 就真的掌停板了 大家加油 那4991 这个 环宇KY 它的均线结构比较弱 你看它在半年限 最近在守半年限 支撑在50块3 也不能说它没有基本面 而是说它的股价呢 还没有到时间点 还在整理阶段 那你50块3 环宇KY 摄停损摄停力 好 那目前盘式上来讲 我看看 好 谢谢Kim 帮我说明一下 一个人先问一挡股票就好 那目前来讲 我看看 4171的瑞基看法 这一波4171的瑞基 是不是底部打出半个月的底部情形 确实在瑞基的部分来讲 你仔细看 过去这一年成长幅度都非常大 3月份月增年增 同时在第4 去年全年赚6.34 现在又不要办现金增资 公司的营运获利是会看好 股价在低档 我会建议续报 好 这个是在疫情受贿的标的 那2344的华邦店呢 2344的华邦店 这几天一直想冲 冲不上去 你看外资 一买一卖一买一卖 今天外资投信 自营商全部都站在卖方 三大把人都卖 要小心 三大把人都卖的时候 已经涨了有10天的时间 短线上35.8 涉停损涉停利 好 35.8的位置点 那目前在2013的中刚购 股价已经冲出去 相对来讲 中刚购 今天是比较弱势哦 再回测五日线 五日线的支撑点48.25 涉停损涉停利 好这点特别注意到 好那4958的增顶 有朋友套了20% 要直接停损吗 说真的这个时间点 叫你去追杀 很难 我讲真话很难 可是呢 前面破底的时候 你就该涉停损 甚至在这个地方 破破低点 你要涉停损 现在跌到104 不要杀低 可是你说反弹会弹多少 我不敢讲 你看他之前 反弹一天就往下破底 反弹一天就往下破底 跌了一段下来 有没有 跌了快30块跌下来 反弹能够多少 我真的不敢讲 你只能说 自己要设一个低点 比方说今天的低点 还是100块 设一个最后的底线 给他一个停损 不然他反弹的一天两天 如果又是回到五日线 十日线就再下去了呢 反弹弱势很难掌握 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他会有很大的反弹力量 了解吗 那么自己要一定要射停损的动作了 那2367的这个属于要华呢 他的整理突破年限有转强 年限22块8 他的支撑点 22块8 那1313的连程怎么看 今天在守五日线 五日线27块1 射停损射停力 那3707的汉磊 今天上影线太长 有在调节 你看外资卖了1185张 汉磊支撑点在五日线 71块半 射停损射停力 今天上影线太长 我会建议有拉高先减码 五日线射停损射停力 这点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再来 目前排势上来讲 先进光 今天打下来很可惜 一根藏黑 代表说今天外资转为卖超 他前面涨太多倍了 股价八字一撇 就马上涨了好几倍 是不是 今天这个拉回转弱 下一个支撑点 上个礼拜回到月线有支撑 现在的月线111 不可以跌破 我会建议先退 好先测出来 111块射停损射停力 好 那我们看一下FB好朋友询问的部分 因为在盘式的结构里面 现在很多个股 它的走势是真的不一样 下一个支撑点 上个礼拜 回到月线有支撑 那这些个股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月线100 好 来我们看一下 那目前来讲我看看 嗯 2603做空安全吗 还没有转弱 而且它第一季的财报很漂亮 不要做做做空这种标的 这种均线多头 顶多是涨多拉回 不要做空这种标的 因为现在的融券 你看看融券 三万一千张 不算少 你真的要做空 应该反过来 空那种弱势破底的股票 反过来 不要去空强势个股 这是我的习惯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习惯也是很长期累积的经验 给你做参考 那再来 目前在3138的要登 反弹不要去抢 我再讲一次 这种股价从518直接跌到昨天的193 股价直接腰斩 就算有反弹 不要抢 我要放大一点看 今天外资卖189张 不要去抢 3661的世新KY 上个礼拜还记不记得 15000张的大量534块 今天最低453块 534 453 在玩绕术士游戏吗 是不是前面买的人变成套牢区 变成反弹的压力点 另外一档3228的经历科 你看 涨停 今天开盘涨停 收盘下跌 外资站在卖方卖367张 这种弱势跌停跌停的股票 不要去抢 了解吗 要登也是如此 不要去抢短线这种弱势的标的 这些重点一定要记得 那接下来的重点呢 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在目前的盘式走法里面 你特别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国际股市 日本跌591点 香港跌513点 韩国跌49点 就幅度来看 日本跌2% 香港跌1.76% 韩国跌1.52% 台湾的加权指数只有跌0.7% 台湾的跌幅很少 那相对台湾的跌幅很少呢 你注意看 在技术面上 今天是刚刚好破17205 跌破5日均线 因为在这一次啊 台积电的股价走势是破月线 台积电的ADR是到哪里了 回到这里了 台积电ADR已经快到半年线的位置 所以台积电破月线 你回头看看大盘 5日线不去支撑 10日线不去支撑 真的回答有支撑的在月线 不要去猜指数 避开指数个股 避开指数个股 真的有机会的 类似像我们今天压回 连三黑K 外资不看好 调降他目标价 结果今天售完盘一看 外资买超 外资说一套做一套 是不是 这种情况之下呢 本益比两倍 直利率5% 连三黑K压回 神奇宝贝啊 我说真的很神奇 压下来为什么不能买 不过它是高价位的股票 不是那种二三十块一二十块的股价 这个地方你资金大的投资朋友 把握这个机会 还有些低价股 我们也在等买点 等他压回来的买点 好朋友你就照我的指令 类似像新疆霹雳火啦 顶元第二 一个一个拉起来 还不到掌停板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小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主要策略方向跟操作的心法 你一定要记得 这是我每天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如果想跟上我们的神奇宝贝 皮卡丘这两个股呢 预约四月的幸福 0800 370 888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直接来报名 把握这些机会分享给大家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